这男的真是倒了血眉 刚开始胖得要死足足有300多斤 无论他怎么吃减肥套餐也不见瘦一丁点 可就在这天早上 他仅仅是被一个诡异的老头摸了一下 回家之后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变瘦 等他上称一看 果然瘦了足足有15斤 起初男人并没有在意 他以为是自己的减肥套餐终于起效果了 于是开心的不亦乐乎 甚至还在妻子的面前炫耀了一番 可半个月后妻子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男人的体重竟然一直在持续下降没有停过 妻子怀疑男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于是便让男人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医生给出的答案却让男人大吃一惊 因为结果显示男人的身体竟然没有任何问题 这下可糟了 查不出病因 男人回家以后只能开始暴饮暴食 想看看能不能有所好转 可一周过后 妻子发现男人不仅没有长一点肉 甚至还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 然而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想起了摸他脸的老头 此刻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难不成自己受到了诅咒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男人在开车的时候妻子也想跟他开开车 却不料因此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女人 而女人最终也因为受到撞击当场丢了性命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男人本身就是一个律师 竟凭借着巧舌如房的说辞 成功为自己洗脱了罪名 想到这 男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就跑去了警察局 结果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那个被他撞死的女人 竟然正是老头的女儿 看来老头是来给自己的女儿复仇来了 好在经过一阵打听 男人顺利得知了老头居住的下午 于是当天晚上 男人就开车来到了目的地 不料刚到达这里 老头的小女儿就对着男人破口大骂 表示男人撞死了自己的姐姐 不仅没有得到惩罚 甚至还钻了法律的空子 过得逍遥自在 活该受到自己父亲的诅咒 听到这 男人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深知是自己理亏在写 紧接着便慢慢掀起了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内瘦的可怜巴巴的肚子 却不曾想反而遭到了对方无情的唾弃 紧接着老头站了出来 并表示确实是自己给他下了诅咒 而诅咒的内容就是 男人将会一直受下去 直到死为止 听到这 男人急忙抱住老头的腿想要道歉 可老头却直接一把推开了男人 并表示永远不会解开这个诅咒 因为他要亲眼看见男人痛苦地死去 见老头如此心狠 男人敬意反常态变得不再懦弱 并表示就算自己会死 也一定会拉上老头 让他全家一起陪葬 果然第二天一早 男人就打电话找人帮忙 而他要找的对象 则是当地的黑帮老大 因为之前男人帮黑老大打过官司 所以十分讲义气的黑老大 便决定帮男人出这口恶气 当天晚上 趁着老头一家还在外面聚餐 黑老大便只身一人拿着AK 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 一时间 老头和他的小女儿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不知所措 结果这一顿下来 老头的家族不仅死伤财重 甚至小女儿也被黑老大给趁机绑走了 为了解除男人的诅咒 他的性命作为威胁让老头给男人解除诅咒 虽然极其不情愿 可为了小女儿的安全 老头也只能将解除诅咒的方法告诉男人 只见他先是掏出了一个草莓蛋糕 紧接着便将男人的手掌划破 最后再将男人的血液给滴进了蛋糕里 而解除诅咒最关键的一步 则是一定要将这块蛋糕给别人吃下 那么诅咒就会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听到这 男人明白了一切 而他心里也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没错 正是自己的妻子 原来妻子在男人中诅咒后不守复道 竟和隔壁老王出轨了 当时男人虽然发现了一切 可无奈身体要紧 便没有去理会 好在这次有了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男人便按下决心一定要让妻子付出代价 于是当天晚上 男人先将蛋糕给放在了桌子上 之后便来到妻子的面前 并谎称自己已经解除了诅咒 紧接着就怂恿妻子去吃那块受到诅咒的蛋糕 果然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人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活活受死 而自己的诅咒也顺利解除 可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洗碗池里竟然有两副碗筷 难不成还有其他人也吃了这块蛋糕 果然刚等他拿出剩余蛋糕的时候 自己的女儿竟然出现在了面前 更糟糕的是 女儿表示自己也吃了那块蛋糕 说罢又拿起一块塞进了嘴里 这下可糟了 得知自己也渐渐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男人瞬间万念俱灰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 转头便拿起那份受到诅咒的蛋糕准备吃下去 不料蛋糕刚递到嘴边 门铃却响了起来 等男人打开一看 竟然是妻子的出轨对向老王 看到这 男人笑了 转头便准备邀请老王进屋 一起享用这块美味的蛋糕 而老王也没有想太多便走进了屋子 紧接着男人意味深长地笑了